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体那么大 血管那么长 这每一分的压力可都不一样哦 哪里的血压才是我们常用的呢 扑通 扑通 心脏一收缩 血液从左心室喷涌而出 进入主动脉 平 这个位置的血压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值 What 沈渡君 心脏 主动脉 血管理 压强 这伸进去测会死人的吧 姑娘脑洞新奇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上臂肱动脉和心脏主动脉差不多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这里的血压最接近主动脉的血压 咱们就撩起袖子测一下 搞定了 Action 打开播放键接着看 心脏一个猛烈的收缩 血液就喷射到了主动脉里 这时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非常高 大家就管此时的血压叫做高压 因为是心脏收缩搞出来的 所以又叫收缩压 心脏收缩到了极限 开始舒张 主动脉受到的压力也在减弱 此时的血压就是低压 也叫舒张压 沈渡君 说重点 讲正极 我这血压高高高 到底是谁搞的鬼 血容量 两根粗细 长度相同的橡皮管 一根灌入五公斤的水 一根灌入十公斤的水 问 两个管子同样位置的压强哪个高 我们把人体血管里血液的总量叫做血容量 血容量加大了 血压就会升高 新功能 同样的水管 分别接上五十瓦和一百瓦两个水泵 开始泵水 问 这两根管子同样位置的压强哪个高 一百瓦水泵连接的管子 心脏就像个泵 心肌越发达的心脏 蹦的血就越多 血压自然就会升高 血管弹性 看着血管收缩自如 弹性杠杠的 血压高了 我就变粗一点 再高了 我再变粗一点 血管一变粗 能够接触血液的面积可就增大了 相同的压力 接触的面积变大了 压强可不就低了吗 血管的弹性本身就是调节血压最好的因素 弹性差的血管可就糟糕了 压力增大了 接触面却没法增大 只能硬扛 连瞅着压强一高再高 最后只能爆血管了 外周小动脉 血管就相当于人体物资的一个运输管道 从心脏出来 经过主动脉 大动脉 中动脉 小动脉 毛细血管等等 到达身体各处 医学上把那些管子比较细 又比较偏远的小动脉 成为外周小动脉 如果这些外周小动脉比较窄 弹性又比较差 那么血液想通过 就没那么顺畅了 大量的血液只能滞留在血管里等着通行 这一滞留可好 大动脉甚至主动脉的血液就增多了 血压也就飙高了 全身小动脉硬化 管腔狭窄 是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主流发病原因 说到这儿 深度菌才只是完成了物理层面的一些小科普 让大家对血压有个简单的认识 为下级的烧脑大剧做铺垫 高血压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来的 谁才是幕后黑手 真正招惹上了高血压 你那心肝脾肺肾会有啥下场 高血压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贵面性打击 觉得自己智商在线 罗敬逆天的朋友们 下集深度菌约你来PK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